身处转熟 熟处就变身 我们对于社会现在 人物最严重的 电视 网络 报纸 杂志 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不看了 保护自己的清净心 他有权力出版 我有权力不看 不看行吗 身在这个社会 我五十年不看了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没有任何损失 活得很正常 活得很快乐 天天看这些东西 他的活得不舒服 他活得很难过 我活得很快乐 你问我 我会告诉你 天每一天天下太平 没事 平平安安过了一天 什么事都没有 你们接触到那边 乱七八糟事情太多了 他干扰你 我不接触就不受干扰 在这个社会 这样成为知识爆炸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夜深还能过清净的什么 这老师教的 佛菩萨教的 我们一教奉行 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身处转树 把树处转树 这样一个大的转别 情分不一定的人 迟对一点的人 也就是说 愚痴一点的人 应当怎么样 万余放下 一心念佛 虽然吃得 虽然愚痴 说不定 念了几年佛了 比那些聪明 凌厉成就还要高 这个例子很多 他三年无财 念到一心 聪明人搞了一辈子 清净一心 不能进去 愚痴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不认识自在 照我们这个经常所讲 他很有可能 上上平往 他念到理性不乱 这个后面会讲到 聪明智慧 忘学多文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多半都往生 在凡神的同学 跟那些 得一心不乱的人 不能比 离一心不乱 生识暴徒 四一心不乱 生方便徒 这就是念老在此地 给我们提的这句话 多门见修 总不如一门生 一向专念 成就不可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